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不过不免让人好奇 为何他孙子段志兴只会一阳指 而不会六脉神剑 到底那六脉神剑是在段玉这儿失传的 还是在他儿子段正兴那儿呢 期间又经历了什么 再就是雪山飞湖中 狐匪和苗仁凤的对决 狐匪那一刀最终落下去了吗 然而最让笔者好奇的 莫过于神雕侠侣结局之时 杨过和小龙女的去向 似乎他们就这么引对江湖了 然而书中的一些细节 证明事情没这么简单 有时候将故事说透了 反而就没意思了 比如《倚天屠龙记》中 自郭湘和张三丰 在绝缘死后分道扬镳 再至于代言遇上 得逞之间近百年之间的故事 都是一笔带过的 数十年过去 给人留下无数想象空间 但不少读者还是想问金庸 为何不写这段故事呢 一空白的数十年 在郭湘闯少林 到于代言遇上得逞 这段时间内 江湖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从大的时代背景上来说 就是蒙古铁骑入驻中原 中原王朝从南宋 过渡到了元朝 从江湖的角度呢 张三丰已成一旦宗师 郭湘已死 而当年镇受襄阳的郭靖一家 也已经以身殉城多年 对了 江湖中还流传起了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与争锋的 二十四次传言 也正因为如此 才有了 以天屠龙记 这部作品 根据以天剑和屠龙刀 流传于世 这个线索反推 也许就能找到 杨国最终的结局 二 刀剑如何诞生 如果说 没有以天剑和屠龙刀的存在 那么整部以天屠龙记 也就不成立了 所以他们必须被咒造出来 然而原著中 对于刀剑的咒造 其实也是一笔大过 在以天屠龙记 原著第38回中 通过周芷若的回忆 提到了刀剑的诞生 因此 他聘着高手将人 将神雕大侠杨国 留赠给 国师祖的一柄 玄铁重剑容貌 再加以西方金金 做成了一柄 屠龙刀 又以当时最为 锋锐的良柄宝剑 杨国大侠的君子剑 和杨夫人小龙女的 属女剑 融合而就成一柄 以天剑 事实上 这段故事是人皆知 但多数人 却不曾想过其中的逻辑 或者说 多数人根本没注意 关于杨国的 这一个细节 即使杨国是何时 将玄铁剑 送给郭敬一家的 三 杨国传剑之谜 神雕侠侣中 最后一次提到 玄铁重剑的字样 是在原著第39回中 而直到第40回 大结局也未曾提到 杨国将重剑 赠予郭敬一家 留给郭香的字样 也就是说 华山一别之后 杨国还去过襄阳 目的自然就是为了 赠送玄铁重剑 在笔者看来 杨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侠 是因为小龙女失踪了16年 此前她的浑身都是混混劲 其实 便无旧事寄人的胸怀 16年间 她行侠仗义 就如同积德行善一般 只盼着能与小龙女重逢 当然 襄阳一战 她也的确是活出了性命 因为使不出黯然销魂掌 差点死在金轮法王手上 这也不假 所以 无论是主动也好 被动也好 杨国终究还是成为了 心怀天下的大侠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杨国在神雕侠侣结束之后 又去过襄阳 而襄阳的战事 只会一天比一天告急 可以说 郭敬每日都是如坐针针 杨国若是见了这情形 自然也会不忍离去 会留下和郭伯伯一同抗敌 那么 为何后世至传郭敬一家 战死在襄阳 却对杨国执子未提呢 原因也许很简单 四 杨国的结局 既然杨国到了襄阳 也就会帮郭敬收成 却无人传送他的事迹 原因其实与前文有关 一共两点 一是神雕已死或离开了杨国 当年郭湘四处云友 寻找杨国也不曾听闻他的消息 若是杨国身边有一只神雕的话 自然会十分惹眼 很明显华山一别之后 神雕也许没多久就死了 也可能只是单纯的离开了杨国 其次 戎柱屠龙刀将杨国的玄铁重剑用掉了 此时杨国身上基本没有太多当年 神雕大侠的印记 古代通讯不发达 就如同一天屠龙记中 那二十四字传言一般 江湖中人根本难辨真假 杨国也十分低调 所以没人知道他就是当年的 神雕大侠也十分正常 总上所述 杨国的结局多半也是战死襄阳 只不过他比郭敬更惨 至少郭敬留下了真名 而他却什么没有留下 因财女林燕一的依据 一见杨国物中身 不少人都将杨国误会成 跟张无忌一样的男人 其实在情场之上 杨国实在比张无忌厉害太多 张无忌对遇到的每个美貌女子 都有暧昧情愫 但朱九珍 杨不悔 黄山女 却一点不买他的账 而在小钊 周芷若 尹李欣中 也都有比他张无忌 更值得追求的事情 杨国则完全是一个芳心送伙伴 他对年轻女孩子的收割能力 就好比古墓派最厉害的 轻功长法 天罗 地往事 变幻无方 绵密无比 年轻女子只要从他身边飞过 便会坠入他的情网 成英 陆无双 公孙绿厄 郭湘 小龙女全部爱他 都余过了自己的性命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神雕侠侣里 年轻女子们之所以都为杨国沉沦 不只是因为他遗传了杨康的风流倜傥 更是因为杨国身上有两个优点 普通男人万万不及 这是因为这个优点 郭湘在风铃渡口一见杨国之下 便已轻心不已 就连黄荣也曾多次表示 愿意为杨国而死 那便是一片狭义心肠 见到不平之势 便不惜舍己就人 在神雕侠侣里 杨国单是救黄荣一家人的性命 就不下十次 风铃渡口大雪封山 即在安渡老殿火炉旁郭湘 之所以被神雕侠吸引 并是因为所听过往客人 将他吉人所难 借人之困的故事 客人们讲得有声有色 曲折离奇 郭湘听得神采飞扬 满眼放光 然而这位16岁的小女孩 不知道的是 自己刚刚出生 就已经被这神雕侠 救了数次性命 16年前 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城 又恰好赶上郭靖重伤 而且黄荣临盆 吉伦法王趁人之危 半夜前来偷袭 李莫仇混水摸鱼 来襄阳城找小龙女的晦气 黄荣产下一女后 被小龙女抱着飞出 吉伦法王 李莫仇同时来夺 杨国不为吉伦法王之强 和李莫仇之毒 跟二人同时混战 眼见的孩子就要被吉伦法王夺走 杨国一招顺水推舟 不顾性命的扑上 救下了刚到人世的锅香 因战不过吉伦法王 杨国突出气谋 跟李莫仇结成结盟 后又小心逢迎李莫仇 这才让郭湘有命满月 而16年后 郭湘在阳太复庙 祭奠卢油脚 被双腿以断 武功齐强的尼摩星偷袭 又是杨国相救 助他用情欲簪 打死了这个满横可恶的怪物 最后在襄阳城外 吉伦法王将郭湘绑在高台之上 威胁郭靖 郭靖喂饱襄阳 去依上女儿就义 让女儿不要害怕 黄荣呆呆望着高台 心乱如马 黄药师一灯周博通 等被千军万马阻住 不能相见 又是杨国 遇上着火的高台 舍了性命 救下了这女娃娃 华山之巅 郭湘向绝远 张军宝 侍景 伊克西和小翔子的藏身之处 只听嗖嗖两声 便有两枚飞锥 和一枚丧门钉 向他急射而来 郭湘武艺太前躲避不过 杨国只大袖一卷 便将这三枚暗器都卷在衣袖之中 从郭湘出生开始 保护郭湘 就已是杨国的习惯 郭湘为杨国辗转一生 断入空门 哭伴古佛 一盏残灯 让人常叹 但想想 杨国宁肯自己暴毙 也不愿拿他去还解药 又多次从恶人手中 抢回他一条小命 最后为救高台之上的他 甚至甘心跟刚刚重逢的小龙女死别 郭湘为杨国如此 却也没什么不值得 整个国家 救赎黄荣对杨国的遗迹最深 但杨国却也舍命救他数字 三 郭靖 郭福也多次被杨国救命 郭家人中 出国乡外 救赎郭靖对杨国最是爱重 而杨国也曾对他舍命相报 襄阳城外 郭靖是山县蒙古大军 本来决议趁机报仇的杨国 却突然被郭靖感动 胸口热血上游 就要舍命相救 金轮法王萧祥子 看杨国双目同红 神情大义 吓得不由地后退两步 郭靖让杨国赶紧逃命 杨国指示 见光惑惑 满打死批 护着郭靖 完全不顾自己性命 最后仗着萧祥子的哭丧棒 又杀出个铁匠冯墨锋 杨国拼借浑身力气 拼死了自己的皇马 这才在万军之中 抢回郭靖 郭家人中 杨国救命次数最多的 却还不是对他感情最深的郭靖和郭湘 而是伤他最深的郭福 除救黄荣那两次 杨太复妙救郭湘那次 郭福也都顺带被杨国救下之后 求千尺的早和丁下 霍都的尖下 古墓外的大伙之中 杨国也都是不计前显 舍命救郭福 无怪乎作家三毛 都要为杨国名不平 杨国自改之 可他甘本无过 要如何改之 杨国虽是芳心纵火犯 但也无故 陆无双 成英 公司绿鳄 郭湘 完颜平 等都是他舍命救过的女子 这些女子对他惊心 将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一是因为救命之人 无以为报 二是这世间 有哪个男子 对他们曾有杨国之般的 狭义心肠 就连黄荣都愿意为杨国 先出首级 在他救下郭湘之后 为杨国去死 也心甘情愿 更别提这些 豆蔻年华 一片芳心的女孩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